家人们啊,你们好,家人们都认识这个狗哈,大灯她闺女小鸭,大灯,大灯呢,这个是大灯啊,家人们都认识她,都认识她娘俩啊,我要跟家人们说的是什么呢,啊,咱把小鸭救回来了以后啊,咱们到,到豆瓣大院快有20天了吧,小鸭刚被救回来的时候家人们,我不就是, 给小鸭捡了6个小宝贝吗,啊,看看,给你们看一下啊,这把给她捡了这6个小狗吧,家人们,捡了这6个小狗啊,当时啊,咱们也不知道啊,因为这6个小狗的狗妈妈,他们的妈妈是突然之间死的,咱们当时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现在想想啊,啊,应该是得全文死的,你们想想这6个小狗,她得全文死了以后, 她的妈妈得全文死了以后,这6个小狗是不是也有全文呢,但是咱们不知道啊,家妈,然后这6个小狗啊,就给鸭鸭,就给小鸭传染上了,就给小鸭传染上了之后,家妈,我现在特别特别的自责,就像那天有一个人在直播间里说,豆瓣,你没给他们,没给小鸭救回来的时候,人家在外面活得好好的,你看你给救回来了, 她还得上全文了 关键家们,我现在很矛盾哈,我也不知道当初我把小鸭救回来 到底对还是不对,把大灯他们一家全部救回来 那人说的也对,小鸭在外面的时候,人家活得好好的 你看看来到咱们基地了,我给小鸭,我给小鸭安排了6个,刚刚死去妈妈的6个小奶狗,结果这6个小奶狗也有全文 无形中把小鸭给传染传染上了 哎,我现在非常自责,家人们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跟你们说一下 家人们看到这6个小狗了吧 这6个小狗活下来的几率是非常小非常小 啊,活下来的几率很小 然后呢,小鸭活下来的希望大 但是家人们,有的家人们说,豆包啊,把这几个小的舍了吧 就保小鸭吧 家人们,咱们不能那么做啊 咱们不能那就是那么做 对他们这些小奶狗太不公平了 咱们这样吧,家人们 大狗小狗,咱们就让他们顺其自然吧 好不好,家人们 咱们哪个也不能舍,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家人们,你们想想啊 这6个小狗继续吃小鸭的奶 小鸭的身体就虚,就弱 所以这个全文呢,更不容易好 更容易的就是那个牺牲 你要不给他们吃吧 这6个小狗就完蛋了 所以说啊,家人们 咱们就顺其自然 谁能活下来,这就是他们的命 活不下来,咱们也没有办法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家人们 咱们就顺其自然吧 好不好,大灯 你就在这里陪小鸭,陪你宝贝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